一生一世一双人,半醉半醒半复生 今天来讲一部富白貌美的女子 因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 进而爱上侄子的悲惨故事 20世纪20年代 在兵荒马乱的封建社会下 买卖女人可谓是家常便饭 杨天青的叔叔杨心山 是一个有生理缺陷的燃房主 为了延续李家的香火 他连续买了两个女人 但最终被杨心山折腾而死 父母双亡的杨天青被杨心山收养 多年来从未娶妻 回婚数日后 回到了叔叔的燃房帮工 杨心山自私顽固 贪财好色 对自己的侄子很失可可 不久后他花了大价钱 重新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叫做菊豆 封建社会下的女人 地位低下 尊严被随意地践踏 胆小懦弱的杨天青在李家帮工 刚准备休息的他 听到一阵惨叫声 楼上的女人被叔叔疯狂地折磨着 个性胆小的杨天青虽然气愤 但也不敢上前阻拦 第二天早上 菊豆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 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擦洗着身体 此时的杨天青早早地起床帮工 他第一次看到这个被买来的漂亮女人 红润的面貌 曲折的身材 他悄悄地来到隐秘的柴房 透过破败的缝隙 偷偷地观察着局斗的动作 从未接触过女人的他 这一眼吓得杨天青心慌意乱 侄子偷看婶子 一旦被流传出去 便会被闲言碎语所淹没 年轻力壮的杨天青在李家当牛坐马 偷看的行为一直没有被发现 他便大着胆子 光明正大的接触叔叔的女人 局斗生得漂亮 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女人的特有气息 直勾勾地吸引着侄子的目光 杨天青四十几岁还未娶妻 见到漂亮的女人双腿直接发软 滚下了楼梯 杨金山从未把天青当作是李家的人 在他的眼里 杨天青就好比是李家的一条宠物狗 随叫随到 这番话不经眼间被局斗听到 被买来不久的他 并没有在意李家的人和事 他一心祈求命运能够善待他 成功摆脱杨金山的折磨和侮辱 他的一生不能成为不幸 个性坚韧的局斗拼命地反抗着 这个时代下的恶俗 在阳光的照射下 局斗忙碌的身影映照在天青的视线里 一拼一簇都透露着优雅 手中顺滑的染布光解的就像局斗的内心 千举万马从中过 一记绝尘使军来 局斗的美丽 让韩氏光棍的天青一乱清明 两眼呆呆地望着他 以为自己可以癞蛤蟆吃天鹅肉 但天青生性胆小 在叔叔的威慑之下 并没有露出一丝的一举行为 杨天青虽不满叔叔的磕带行为 但为了生计不得不妥协 忍受着他的谩骂和职责 夜晚杨金山再次折磨着 貌美如画的局斗 天青躲在柴房的角落里偷看着 却无意间被局斗发现了秘密 局斗看着柴房里的洞口惊慌不已 被迈进李家的他 不仅被老的欺负 还要被小的偷窥 惊恐不已的局斗连忙堵住了洞口 暗自冥想这地狱般的生活 何时才能逃脱 随后杨天青被安排外出送货 局斗便放下了提心吊胆的心 就这样 局斗慢慢地适应了李家的生活 对于杨金山的打骂和侮辱也习以为常 面对命运的不公 局斗只能心甘情愿地顺服 不久之后杨天青送货归来 在村庄外 遇到了貌美的婶子 局斗连忙转过了身 满身的伤疤 让天青一阵心疼 叔叔的残暴程度远高于他的想象 局斗抢忍着笑意 谎称是自己摔了一跤 他不敢面对这个贴心的小叔子 两人不远不近的距离 隔着的不仅是宗族关系 还有男尊女卑的陆戏 但爱情的萌芽正在悄然生长 杨金山凶狠残暴 一心想为李家延续香火 整日折磨着年轻的局斗 一阵阵惨叫声惊动了小叔子 他感受着局斗的痛苦 男欢女爱他虽然不懂 但叔叔的行为刺激着他 眼睁睁地看着恐命的局斗被折磨 清洗之下 一刀便砍在了栏杆上 面对叔叔的残暴 杨天青再次退缩了 他无法反抗 封建李教下的恶俗 局斗被折磨了一夜后 拖着沉重的身子下落 低头却发现栏杆上有明显的痕迹 他意识到是杨天青在为自己鸣不平 局斗心怀感激 被砍下的痕迹 绝不能被这个恶魔发现 连忙遮挡了起来 侄子和婶子的秘密 就这样现存了下来 没有直言片语的交流 局斗已然对这个胆小懦弱的男人 上了心 局斗经过几天的观察 他发现侄子对自己心怀不轨 便来到柴房扒开了草堆 面对毫无人性的杨青山 侄子是可以完全依靠的男人 他要抓住这根向上攀爬的救命稻草 局斗故意在柴房的对面擦洗着身体 杨天青毫无意外地在柴房偷看着 看着委屈交加的婶子 悔恨和愤怒涌上了心头 局斗趁着杨金山外出送货 便主动上前搭讪小叔子 这个所谓的丈夫生理上缺陷的他 夜夜折磨着他 生不如死的生活 局斗无法再继续忍耐 离花待遇的他让天青一阵心疼 天青仰天长叹 感叹造花弄人 但也无计可施 他想带他逃离这恶魔的束缚 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但迫于世俗的压迫 想法一退再退 小蜜蜜没有被人发现 于是两人便大着胆子 光明正大的见面 杨金山的宝贝牲口得了重病 他便急急忙忙跑去寻衣问药 夜市半会儿怕是回不来 局斗喜笑颜开 便随手关上了敞开的大门 杨天青眼看形势不对 并没有出声阻止 两人心知肚明 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并不是天天有 局斗捏手捏脚的来到侄子的房门口 最终两人沉沦在这所谓的爱情里 几个月过去了 天远的山村也进入了凛冽的寒冬 局斗毫无意外的怀上了孩子 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可把杨金山高兴坏了 老来得子的他终于可以为杨家延续香火了 殊不知这最大的冤大头就是自己 天青 你真的有了 看帮老东西没的 他还当是他的呢 天青 我掐算过了 这是你的 沾沾自喜的杨金山被两人蒙在鼓里 一心期盼着局斗生下一个儿子 在众人的见证下 局斗毫无意外的产下一名男婴 杨家终于迎来了后人 宗族们喜出望外 并取名为天白 天青和天白 寓意清清白白 杨天青躲在角落里暗自窃喜 幻想着自己儿子的模样 两人的秘密一直没有被家族里的人发觉 杨天青积极地制作各种木偶玩具 对孩子很是上心 杨金山并没有发觉什么异样 他像往常一样出门送货 杨天青急忙关上了大门 便急不可耐地跑向局斗的房中 他想瞧瞧儿子的面容 就在关键时刻 门外传来了一声巨响 透心的两人急忙起身避嫌 吓得杨天青连滚带爬的躲了起来 两人定睛一看 回来的人并不是杨金山 杨天青沿着小路一路寻找 意外发现 他躺在路边一动不动 杨天青在一刹那间 起了歪心思 但在道德的压制下 他还是放弃了计划 受伤的杨金山 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圈 下半身再也没有站起来的机会 话语未弱 局斗和杨天青相视一笑 便觉得这大好的机会来了 杨金山塌患在床 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声音 再看着眼前的孩子 便觉得事情不简单 杨金山一声声地咒骂着 年轻漂亮的局斗 气急败坏的他 索性和这个丈夫摊牌 承认天白的爹是天青 杨金山摊坐在地 呆呆地望着这个家 杨天青和局斗就这样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白天他是李家的帮工 晚上却是局斗的丈夫 杨金山看着这一切暗自嘲讽 他决定和这对男女同归于尽 在庭院中举起了火把 大火惊扰了数字中的天白 天青和局斗紧急出来灭火 局斗恨透了杨金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要把所有的怨恨全部发泄出来 杨金山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任凭这两个人的摆布 天青认真地伺候着这个名义上的叔叔 在外人看来 天青很是孝顺 一眨眼几年过去了 天白慢慢长大 局斗和天青的秘密没有一丝破绽 天白独自一人回到家中玩耍 杨金山看到他便起了歹心 另一边的两人还在焦急地寻找儿子 殊不知 儿子正面临危险的境地 杨金山缓缓地来到他的身后 他想一把结束这孩子的性命 来报复局斗和天青 天白稚嫩的眼神看着他 便脱口而出叫了一声爹 杨金山被孩子的一句话感动了 他放弃了原本的计划 天白叫他爹 那按照辈分 杨天青就是天白的哥哥 大声喊 爹 再喊呢 爹 天白 天白 来来来 这是你娘 娘 这是你哥 哥 我是你爹 爹 杨金山的目的达成 他看着那对男女更是开心 天白的三岁生日被大操大半 杨家的宗亲们也都赶来庆贺 全家上下无不欢喜 只有杨金山笑而不语 他不能说出这个惊天的秘密 便只能在酒桌上埋醉 在宴席上 大家都在打趣着杨天青 两个兄弟之间不为人知的关系 让他难以气齿 天白渐渐的长大 橘斗和天青平凡的来往 结果被幼年的天白撞见 橘斗一巴掌打在了天白身上 自己是又心疼又气愤 由于两人的平凡来往 橘斗便想方设法来阻挡自己怀孕 四处求医问药最终损坏了身体 橘斗和天青的爱情一路坎坷 但也见不得光 一日天白在家和爹爹玩耍 打心底疼爱孩子的杨金山 大着胆子来到水池边 却被天白一把拉进了水里 经过一番挣扎 杨金山再也没有了动静 天白愣愣地站在原地 小小的他并不知道溺水 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小孩子的世界是天真无邪的 拿药回来的橘斗看着眼前的一切不可思议 杨家的当家男主意外身亡 邻里邻外对着天青指指点点 他以为是橘斗亲手断送了哥哥的性命 情急之下两人争执了起来 按照家族规矩 杨金山出病 天青和天白必须要拦路党官 以表示孝心 宗族们自然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 借此机会来试探一耳 按照传统规矩 党官的要进行齐齐四十九回 橘斗和天青在青天白日下 来来回回地跑着 橘斗哭诉的是她的丈夫 天青哭诉的则是她的叔叔 两人在众人的见证下 进行着拙劣的演技 漫天飘落下来的纸钱 不动不仰地打在他们的脸上 这对苦命的鸳鸯哭诉着他们的人生 密尽千番 终是熬到了出头的时候 丧礼过后 杨天青被迫搬离了杨家 虽说是侄子和婶子的关系 但也不能堵住悠悠众口 天白慢慢地长大懂事 面对这个陌生的哥哥 天白很是厌恶 橘斗和天青的关系日复一日的亲密 却被天白再次撞见 橘斗很是尴尬 天白长大了 他察觉到母亲和这个男人的关系不正常 便也只能悄悄观察 所谓的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闲言碎语传遍了整个存在 这话却被天白听到 他拿着砍刀 追了村民整个村庄 气喘吁吁地回到家中 对着杨青山一顿毒打 橘斗对现状很是不满 并一口作气 把事实的真相全部告诉了天白 杨天青随时开口 阻拦局斗已为时已晚 两人的命运在此发生了巨大转折 李家的染房挂满了鲜艳的染布 局斗和天青的见面少之又少 在最后一次 两人躲进了地窖里 空气中的密度越来越少 杨天青毫无意外地没有了呼吸 天白在关键时刻救出了局斗 可他在临死之前 还想着那个所谓的丈夫 天白恨极了他 便直接把天青扔进了染布的水池 天青死死地挣扎着 天白却在关键时刻 给了他最后一击 彻底结束了他的一生 局斗眼睁睁地看着亲生儿子 害死了自己心爱的人 那一刻他是绝望的 这世上的一切并没有什么东西再能吸引他了 他举起手中的火把 就像是当年的杨金山一样 草草地结束了他这悲惨的一生 熊熊大火中冲向天空 局斗无怨无悔 多年的恩恩怨怨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该影片改编于小说福西福西 局斗是由张艺谋指导的山村爱情片 在1990年日本上映 讲述了一个农村女性的悲惨生活 女主巩俐的完美演技 给影片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局斗这部影片 它宣扬的是一种人性 揭露了在世俗的社会中 男人对女性的扭曲和侮辱 局斗作为女人 但同时也是一位母亲 刚开始的本分善良 到最后的心如死灰 她不堪忍受杨金山的折磨和侮辱 便选择另一种精神慰藉 她能做到的也只是短暂的快乐 天青和树子之间的恩恩怨怨 一步一步的推进着剧情的走向 矛盾愈演愈烈 在爱恨情仇之下 局斗和天青的生活 一步步走向一潭死水 剧中的儿子天白 并没有过多的对话交流 却把那股狠劲 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那个时代下 见不得光的爱情 总是被打压在无尽的黑暗中 突破了那层道德底线 便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国际老鼠 在封建社会下 没有人是绝对的自由 女性在这时就体现出 她们悲惨的命运 几乎每个人都无法幸免于难 影片中压抑的色调 给观众们展现了别致的体验感 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农民 展现的不仅是淳朴的民风 更是一种文化的差异 剧中悲剧性的根源 往往来源于外界的打压 影片派出了腐朽的传统文化 爱情和裸露的镜头 掺杂着一些浓厚的情感色彩 是整部剧情的点心之笔 在这里可谓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人物之间的关系复杂 但同时也折射出 每个人物的特殊性格 难舍难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关注我 下期给你分享 你不知道的影视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